相信吹葫蘆絲的人都有這個困擾 有些葫蘆絲放久了 那因為保存的方式或是使用 還是它原生原本的這個蟲就會住在裡面 這個蟲卵就會在這裡面 只是還沒有孵化 過的時間一長它就會孵化 孵化就會產生小兒 然後會很多人就這裡面長了小兒 然後會有不好的味道 然後就會把它丟掉 那首先我們來試看看用什麼方法 來解決這個殺蟲 先把它拍打 你看在拍打的時候 它就會出現粉末 這表示這已經是一個很嚴重的 那這把葫蘆絲大概有15年以上 它就可以派出大量的粉末喔 一般可能就可以準備把它丟掉了 我想試看看用這個方法 是不是可以清除裡面的蟲卵 然後這些蛀蟲 殺死這些蛀蟲的方法 先把它裡面拍乾淨 可以盡量的拍打 讓裡面的粉末啦 或氧化光面的東西都跑出來 好 差不多了 也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已經很嚴重的 就出現這麼多的粉末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使用75%的酒精 將酒精呢 直接灌入它的葫蘆裡面 然後你可以用手直接把它蓋起來 那我是想說用膠帶 先幫這個吹嘴的部分把它封起來 然後我等一下再把它按住 然後我們把酒精 倒滿這個孔 然後記住喔 這個洞要先封起來 你可以先按住這個洞孔 然後把酒精慢慢的倒進去 將這個整瓶大概大碗顆應該差不多齁 倒到幾乎是快滿了齁 就稍微搖晃一下 那這個時候就要靜置 一到三分鐘 那我們就先等一下三分鐘 再把它倒出來 謝謝 好 最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裡面的酒精 倒出來 這樣的除蟲動作就完成了 把它的底部的膠帶打開 讓這個酒精呢 倒到這個瓶子裡面去 平常你的保養也可以做這樣子的 如果你覺得你的服務師黃片 常常會有一些粉末卡住 我們就用這個方式來 把裡面的蟲殺死 目前找到的也是常用的 沙蟲的方法 大家播放可以試看看 好 這樣子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呢 就把它放在陰涼的地方 讓它乾燥 再來看看 未來會不會有產生同樣的問題 如果沒有 表示就是 沙蟲成功 謝謝